鱿鱼游戏 奖金456银 到底多少钱 你是不是看到韩剧里面的价钱 都觉得很贵 去韩国旅游 看到购物的价钱 就不管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迪 我是朱妍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最近很热门的一部韩剧 《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 对啊,这部韩剧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我们两天就追完了九集 但画面有一些写信 有很多人死掉 可能小朋友比较不适合 那我觉得故事的内容 它的题材,还有几个演员 他们的演技真的很不错 有一些对人性的讨论 可以推荐大家去看 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去找看哦 那想要问问朱妍 就是在《鱿鱼游戏》里面 它有玩几个游戏 包含第一个是123木头人 拔河、弹珠 这几个游戏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 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有玩过这个游戏 但是像那个碰堂 我们就比较不知道那里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碰堂是只有糖跟苏打粉 就一起加热 然后就变成那个碰堂 其实那个是蛮甜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 所以你们那个碰堂真的是会拿到那个盒子 然后让你们可以把它弄成那个形状 不会拿到那个盒子 但是就是卖碰堂的老板 会给我们那个碰堂 然后也不一定要拿那个针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直接就 折掉这样子 对折掉 或者是我们真的也 用点的 让它浓花 或者是真的有打装 就是都有很多方式 反正你如果成功 没有分类那个模样的话 老板会给我们加一个 就再送你一个 对 在鱿鱼游戏里面你会活着 那你小时候怎么样帮他拿到那个形状 我其实没有乘风过 所以那个其实很容易翻掉 对啊对啊 这个很难啊 了解 那最后那个鱿鱼游戏 就是台湾我们小时候有玩过很像跳房子 因为跳房子没有这么复杂 就这样一二三然后跳到七这样子 哦我们也有耶 也有那个游戏 对也有这个游戏 我本来以为看到那个游戏 我也是那样的 但结果它很大 就是可以在里面跑然后穿过去 你小时候也玩过那一部 没有耶我从来没有听过 游戏游戏是什么 所以我猜 还是你小时候觉得 有电动可以玩的 哈哈哈 表达是我是比较年轻 对 那我觉得这部韩剧印象蛮深刻 最后那个主角 他一个人拿走 456亿韩元 哇哦 我听到456亿韩元 哇真的好多哦 因为456亿韩元台币大概是多少 哦 台币大概十亿七千万元 哇你算得好快哦 你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算的吗 我觉得看这个drama 真的有很多的数字 像是每个人欠了很多钱 那个主角一开始在捷運站 跟恐牛打吧 他赢了 不是不是跟恐牛打吧 是跟恐牛玩那个牌 那赢的话可以拿到十万 然后还有他去赛马去读博 他赚了赢了456万 听起来都很多 然后他欠高利贷 欠高利贷 一亿六千万都是很多的数字 对啊因为韩元的币值很小 所以我们每个东西看起来价钱都很高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韩币跟台币的汇率换算 那等一下也会教大家一个很快可以换算的公式 下次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直接换算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韩币跟台币的汇率的转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网路上面X1网站 找到了韩币对台币近两年的汇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的高点 大概是低比0.026 现在2021年10月算是比较低的 大概只有0.023 所以一块钱韩币大月等于0.025台币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很快的换算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但是我们要先强谈 因为汇率是浮动的 我们这样子的换算的方式 大概两年前还OK 但现在的话换算下来就会比较多一点点 就是实际的金额会再少一点点 这个公式就是我们看到的 韩币先除以4 然后再少一位 就是再扣掉一个0 对 比如说这是韩币的钞票 那明天太小我们就会计算了 1000元 1000元除以4再少一个0 所以大概是25块 哦 5000元 5000元除以4再少一个0 大概是120块 哇听起来很快就不可以算了 对啊好 那1万元呢 1万元很简单 因为刚刚1000元已经算过了 所以1万再除以4是2500 2500再少一个0 是250 哇我们韩元最大的就是5万元 那5万元怎么换算 5万元除以4是1万2500元 1万2500元再少掉一个0 所以是1250元 哇好简单耶 对啊今天是不是很简单 对 但现在我刚刚有说实际上的金额会再少一点 嗯 我们刚刚讲1000元现在大约是23块 5万元现在大概是1150块 所以我刚刚算1250了 实际上是1150 会再少一点点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去韩国玩也会看到 哇那个炒表5万块 没有多很多 但其实算下来也就是比我们的1000块 再多一点点而已 对啊 1000块是真的蛮小的 1000块大概台币才25块钱而已 嗯 所以5000韩币大概是台币100块 然后1万韩元大约就是台币的250块 嗯 所以其实是差不多差不多 嗯 好啦 那透过这个公式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韩元是多少钱 先除以4 嗯 然后再少掉一个位数 就可以很快得出大概的台币 是不是很快呢 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金额 如果说这个比较比较准确的还是要打开手机的APP来查 就比较准确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公信之后 我们像是看韩剧 或者说我们真的去韩国玩 看到什么东西想要买的 想要吃的 想要点的 你就会很快的换算出 哦大概是多少钱 就会觉得说 哇怎么这么贵要怎么复担得起 嗯 好 那我用韩国的东西 对 来考考你 好 第一题 韩国的烧酒是1500块钱 1500块的话台币大概是 37.5 厉害哦厉害哦 等一下 韩国的烧酒一瓶才才能记得 对啊 所以我才台湾不敢买韩国的烧酒 我们在台湾有加热服一罐 然后一两百块钱 对啊差不多 韩国这样子跟台湾的台币差不多 对啊 嗯 好第二题 星巴克的美食咖啡中杯 韩币的话呢 我们是大概四千块钱 四千块很简单 就除以四嘛 一千再扣掉一个 你觉得是半块 大概台币半块 对没有错 接下来呢 韩国最有名的路边食物 辣椒面糕 我们辣椒面糕一人粉 可能会是大概三千元 三千哦 对 三千除以四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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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 对答对了答对了 很厉害哦 好 接下来呢 女生的衣服 逛街 对逛街 地下街 对地下街 就是很像台湾的夜市 对很便宜的女生的衣服 一件差不多一万块 嗯 一萬塊很便宜耶 對啊 一萬塊除以四 兩千五 兩千五 再扣掉的原價兩百五十塊 一間一間 我們之前去韓國很多地下街都蠻好逛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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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東坡 好 最後的問題呢 你們也很喜歡吃的 泡麵 辛拉麵 OK 我們辛拉麵呢 平常都是無包會一組這樣子賣 那一組的話 大概的價錢是三千五 三千喔 對 三千除以四 七十幾塊 七十五塊錢 對 沒有錯 所以呢 辛拉麵五包 一二三四 五包喔 就是七十五塊錢而已 欸 很便宜耶 對啊 那台灣都一百多塊錢 都一百五 對啊 欸 那我問一下 如果我們在餐廳點一碗那種辣麵 有蛋辣麵 有蛋的那個辛拉麵 這樣做 應該是一包 兩千多 兩千多 所以醬的就變成五六十塊錢而已 嗯嗯嗯 那也還OK 對啊 那台灣路邊是一個麵 也要三四塊三十塊就對了 嗯 所以我們很喜歡吃泡麵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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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講的真的很不錯耶 數學很好喔 對啊 腳本都有寫 哈哈哈哈 泡麵一塊就算好了 喔 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給你沒有教本裡面的東西好了 哈哈 那你知道 韓國的最底的月薪是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是一百八十二萬兩千四百八十 一八二二四百八十 一八二二四百八十 嗯 圓 啊 你就算在那邊 一八四四萬多 等一下 在幹嘛 哈哈哈哈 你還是難 出來休息 一八二二四百八十 對 哦 台幣現在大概四萬兩千多 哦 所以現在韓國的最低的 最最低的價格是四萬兩千 對 台灣是兩萬四千 韓國人的薪水收不來比較少 你還要去韓國工作嗎 哈哈 我去韓國人做什麼做YouTuber嗎 哈哈 對啊 OK 所以我覺得 剛剛講那個方式啦 就是可以一個大概試算的方式 如果那個金額很簡單 比如說一萬啊十萬 比較容易爽 但還是會有一些落差 只是說 幫助大家可以整理 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不用再去拿手機 直接處理四 然後再扣掉一個米 就我覺得大概的數字 但 匯率還是會變啦 所以如果說真的 確定的話 建議還是打開手機 開那個按鈕還爽 對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先到這邊 喜歡的話呢 幫我們按個讚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拜託 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